欢迎回到我们分享的环节 这个环节的主题就是叫做 Unleash Your Inner Hacker CTF Game 我们的嘉宾就是Byron White 来自Black B6A 大家好 不妨礙大家午饭时间了 我就长话短说 今天就是介绍我们CTF Game是什么 以及讲一下我们来自Black B6A来年的动向 大家好我是Black B6A的Byron White 大家可以叫我Handle 我叫Geon JK Geon大家知道是什么 资讯安全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人 我是Snacks Provider 很明显我是打CTF Game 大家一起出来比赛 就是经常去买零食的一个人 然后Funding Member 我是始创成员之一 USC的Firebird 即是科大以前的 CTF Team我也有玩过 Hitcon去过 我亦都上年考了试一下SSP 那么Black B6A是什么呢 Black B6A全写就是Black Bahenia 我们自称是我们香港最劲的CTF Team 虽然我们谦虚一点 虽然我们不敢说自己是最劲的 但我们前面就看不到有其他香港队在我们前面 那么我们也是刚刚查过了 就是Blank 15的CTF Time的CTF Team 那么CTF Time就是一个 记录世界各地不同CTF队的排名的一个表 那么我们就很荣幸可以上到榜 上到透30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这个B6A.Black的网站那里 那么我们会定期将我们的CTF的一些 一些设计或者一些介绍 我们会放上网站那里 那么大家可以follow我们的Twitter Facebo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CTF Time的Record 就是我们那时候排题13 现在就刚刚变了15 那么what is CTF呢 那么大家一看就知道CTF Google第一张照片一定是这一张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CTF是否一个Sport呢 那原来不是的 CTF是一个Cyber Security Games 就是一个资讯安全的游戏 那么我们就会给一些题目出来 那么当玩家完成了这些挑战之后 那么他就会拿到一些特定的字句 或者是一些直接是文档那样的 那么这些的字我们通称为flags 那么通常这些challenges呢 都会涵盖几个方面的 可能会有关于website 可能会有关于software的破解 software的逆向 forensic就是鑑证类 和密码学这些的 那么通常我们都会找一些 以有的漏洞 或者是可能做回整个investigation之后 去看回发生了什么事 找回一些相应的资料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CTF怎么玩法 那么通常一个比赛呢 都会有时限的 说可能正常的比赛 或者是平均的比赛 都是大概玩四十八个钟头 玩两天 那么通常那些participants 就会不眠不休地去打比赛 所以很多时候看到那些相片 为什么大家都在酒店那里 盯着眼睡啊 就是因为通常激战之后呢 就会需要休息 那么我们通常就是说 每一对交完flag之后 或者是成功 solve到题目之后 交回到platform 成功交到之后 就会有些分 那么这个分就是会按住 题目的难度 或者是solve多少 多寡 去看到的 那么我们有个example 我们其实刚刚 我们在今次OSCon那里 我们是有host到一个小小的ctf 给大家去试一试的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demo的ctf platform 那么你见到 在这个platform那里 当我成功去solve到这个题目之后 那我就会想 比如这个题目 是有一张相片在那里 那么我可能在这个disk image那里 就是在这个hard disk上找一张相片了 之后那张相片 原来就是contain住一条这样的string 只有当我将这条这样的字串 放回到那个platform的时候 我才是拿到分的 那么你可能你说mctf 听下去都好像一个比赛 那么我怎么可以由ctf去promote到 就是令到我自己的security的skills 或者是hacking的skills 是更加提升呢 那么原来很多时候 这些ctf的题目 都是一些最前沿的人的research 去找到的资料来的 很多时候那些作者很喜欢 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security的研究成果 包作一个ctf的比赛 去摆上网 让别人去学习怎么用的 那么ctf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通常大家打完之后呢 会讲回自己怎么解题 就算你解不了也好 那些人都会很喜欢 将自己的思路放上block那里的 那么当我们看回这些block 或者是看完别人怎么解解之后呢 纵使自己不懂也好 回头好像粘回past paper那样 我就知道原来是有一些新的bug 出了来的 就好像以前在heekon 试过 orange 就将一些zero day 放了上网 大家都是完全不懂解释的 那他之后就说 其实这个是zero day 那我们就对这个security的认知又多了 是 那还有因为吃ctf是真的打漏洞 那你很多可能 在throughout玩这个漏洞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 哦原来我的system setting 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我们oscon 比较多是做developer 或者infra的朋友 那你学到这些skills之后呢 就会发现 哦原来我development的时候 不应该这样写法的 那个权限放得太大 放得太大就是 除了方便你自己之外 亦都方便外的attacker 去打入你那部机 导致是会可能有incident 发现的 发生的 或者是可能一些 regular expression的写法 是不应该这样写法 或者是一些path calling的问题 那我们有个朋友 卡尔 那时候就是因为 他也是其中一个ctf player 那他玩了一队 就叫做shellfish 那就是因为他在ctf 和他自己做research 在security界那里 拿了很多experience 那他就尝试去pong to own 那pong to own是一个比赛 是人们去找一些漏洞 类似一些buck bounty 那样的program 那他就成功找到ubuntu上面 真是有个漏洞 拿了奖金 美金三万元的 那都是一个 挺大的数目来的 所以就说在ctf 除了真的玩的研究之外 真是可以去real life 尝试去做buck bounty 去找到少少钱的 除了打ctf的奖金之外 buck bounty的奖金也是有的 那我们blackb6a 除了是一对真的 出去打ctf的team 打ctf的team之外 我们也是尝试过去host 不同的比赛的 那我们在早三年 就会和hongkong search 合作了和不同机构 合作了 给中学生 大学生 和公开组的ctf hk searchctf 2020 2021 和2022 那 那 你见到我们 那时候的网络 我们的blackbuck bounty 那个网络 都在 我们都是co-organizer之一 那 因为我们host了很多的experience 他觉得香港区 我想试下再可不可以 尝试更高 我们尝试把我们的program 推广给global 所以我们今年来到八月 我们就会搞我们的blackb6actf 就是在这个web page 大家有兴趣的 记得报名过来玩 那如果你说 其实我都不是那么熟 ctf 我只是想试下 ctf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也都是host了一个mini ctf during这个oscon 那我们的oscon 还有六个钟头 五六个钟头 我们会开架 开到今天晚上的 那如果你想试过呢 可以进我们的web site 试下我们之前host过的十条题目 那这个十条题目 就会涵盖不同的范畴 密码学 web site binary exploitation reverse 这些什么 之类的东西 web page 有兴趣的记得来试 那因为我们也有个counter 放在外面 community counter 在coscup旁边 那大家有兴趣的 或者是想问多些关于ctf的东西 欢迎大家 待会来我们的counter 找我们一起玩 那我们都有些小贴纸 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拿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scan qrcode 那就可以开始玩ctf 那如果有问题的 可以再来我们的counter 问我们 好 多谢大家